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歲副食品呢 是寶寶漏髒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 懷孕、育兒、親子相關的資訊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讓我們陪伴孩子一同成長 哈囉大家好 我是純儀希媽媽婉玲 當孩子已經滿一歲了 這時候呢 我們已經可以開始給他少量的調味料囉 那這時呢 爸爸媽媽我們要特別留意的是 媽媽含量一天不可以超過800毫克喔 換成鹽巴的攝取量呢 一天啊就是不能超過2公克 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 爸爸媽媽和孩子呢 都可以一起吃的寶寶肉燥 這個寶寶肉燥呢 可以變成肉燥麵肉燥飯啊 非常的百搭喔 媽媽們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吧 要準備的食材有 豬腳肉300克 帶一點點油脂的 胡蘿蔔100克 蘋果50克 滴辣醬油30cc 胡蘿蔔蘋果切碎備用 現在如果用薄片這樣削啊 可以比較省時 而且削的比較小片 到時候我們在後面弄的時候啊 就可以比較省力 豬腳肉翻入鍋中拌炒 將油脂逼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放入胡蘿蔔蘋果 一起炒軟 水分就都出來了 就差不多了 加入蒂娜的醬油以及水拌勻 最後啊我們就用電鍋蒸一下 讓肉質入味口感更軟一點 外鍋倒入一杯水 你跑那麼遠要不要吃飯啊 回來回來 我們今天吃的是肉燥飯 你先吃 你先吃 我們還有配魚喔 另外各配兩條柳葉魚 吃起來 哇 媽咪們 你家的寶寶已經滿一歲了嗎 每次啊 我們在吃副食品的時候 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第一 每次都要清理啊 到快崩潰了呢 第二 孩子常常吃飯分心 第三 其他 歡迎爸爸媽媽們呢 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做分享 還可以分享呢 你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把注意力 回到我們吃飯上面哦 喜歡我們的影片啊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呢 你才不會錯過 我們任何精彩的影片囉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拜拜 糧食空間 as you wish 寶寶不吃飯 好餓哦 在我這四點 搞定一歲寶寶的飲食 原則一 副食品呢 漸漸變成正餐 基本上呢 一歲之後的孩子呢 跟大人吃的東西啊 幾乎一樣 只不過呢 他是比較天然 調味比較少的